付出 就是这个 出了这个事件之后 都让我站不起来了 我贪了 那场演出 《大风香》的时候 还有我在三庆园 我自己的剧场的时候 在我八队的剧场 底下打着 横幅 詹恩雷 欢迎你回来 那个是什么 谢谢你还活着 是什么的 就是我们 对 这个是我下面 这是在北斩 这是小那声 我自己挑八队的时候 底下打的那个 然后最感动的 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这一场 这一场 所有人都认为 我上台只是亮了一个相 没想到我不但亮完相 我还在 还在说了一段相 因为我当时 九郎扶着我上台的时候 两边的全体的 所有的演员 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能明显的 看得到 有一个姑娘 我一上台 她坐到第一排 她就马上跑到紧角 蹲那捂着嘴哭 我台上说 这样的那么酷 然后很感动 我看你 就当时羡慕的时候 也是扶着那个 对 然后你当时发现了 我说 特别感谢 还没投资 对 因为当时我是 极度不自信的 就是那个时候的 我 就是 我刚才说的 挖上张云雷名字 可能能卖 三百五百 就这样 那个时候 没有人 有人知道 但只是我自己的一个 小的粉丝群 观众群 群体里面 可能在小剧场 那个时候演出的时候 赶上六日 会有这么五六桌 来听我的 就那样 这个时候是已经参加完 《向好江湖》了 是多一点的粉丝了 那你又就是 当时会心里会想说 假设自己 那个再回去 发现粉丝都走没了 会什么心理 没有什么心理 那个时候因为 那时候 压师哥就知道 我的观众就不多 走了 走了就走了 但我也没办法 我还继续 我还可以继续收相声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不会考虑得这么多了 我现在活下来 我先别贪了 我还能站在舞台上 这个时候 这是这个最重要的 那当时会有 贪心说 再也回不去舞台的话 怎么办 我吗 对 我只是说过 我那会儿 医生已经说 就差不多判死刑了 说我 让我考虑幕后工作 后来是师傅 我那会儿想了 如果真贪了 师傅也说了 他叫我收评书 可以坐着说 坐着 我还是可以上台